白莲花什么意思 白莲花一词完整的说法是圣母白莲花 关于莲花一些古事中认为它 戳淤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腰 解身字号纯洁美好的莲花 像如今的网络是以为 形容和讽刺那些表面看上去纯洁无辜 其实内心阴险的人是装清高的意思 在文学上白莲花是用来形容那些 善良 无害 纯洁 没心机的人 白莲花一词主要体现在穿越重生等 流行主题的现代言情小说中 该词最早来源于某影视明星 在经济采访时对自己的一种称谓 自爆自己曾是娱乐圈中的白莲花 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 而该明星则被人调侃为莲花姐 暗讽她有装唇之嫌 从此白莲花一词也开始走红网络 散草 散草 散草